大家好,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山东啊,在山东赶个大吉,你看一看,乡村大吉,然后看看这个大吉非常的大啊,咱们看看山东大吉上的菜和北京超市里边的菜啊,价格差距有多大,咱们来看一看,先买点柿子,这个柿子直接就能吃一样还是, 还有四斤了吗,多少钱一斤啊,2块5,2块5一斤,你看看,大吉上人也特别多,啊,吉也特别的大啊,好多卖菜的,卖水管的全都有,这大吉上特别的热闹啊,卖菜的,卖水管的都有,你看,这是卖香油的,您见过这种卖香油的吗,现磨的香油, 我剪一片的香油,十块钱一片的,嗯,这边是卖肉的,大吉上人特别多,看这种大吉啊,就得自己保护好自己,戴上口罩,也基本都戴着口罩呢,啊, 你看,这花生瓜子都是现炒的, 大白菜,三芒,三芒的大白菜,猪肉的,您看这大猪头, 买点猪肉, 这猪肉怎么卖的呀,不粘锅的, 肉不软,湿的捡,二十二的,这样消费一不要十三一间, 要瘦点的 要瘦点哪里可以借 老板说这是养了一年的黑猪肉是吧 土猪黑猪肉 多钱一斤 这矮是矮是矮是 二十一斤 自家养的黑猪肉二十一斤 我买了四十三块钱的 他们这儿的黑猪肉特别香 比在超市比在北京超市买的肉好吃 这芹菜多钱一斤 两块五二斤 这么便宜 西红柿两块五 西红柿两块五这么大的西红柿 四块零五四块三 西红柿两块五一斤 韭菜呢 韭菜四块五 两块五 茄子两块五 辣椒 辣椒多少钱 辣椒两块 都不贵 不贵我卖不贵 这个青蒜人卖 青蒜四块 大葱人卖 一块钱一斤 这么便宜 打开卖吗 不大块 那我也拿不了这么一大块 一块钱一斤 拿一块 拿不动 我把车放上去 开过来就 行 那你买一块大葱吧 买一块的 一块钱一斤那山东大葱 你看这么一大葱 二十块钱 打了个大吉 买了一大葱 葱 买的芹菜 菠菜 柿子椒 还买了点柿子 还有西红柿 山黑猪肉 买了这一大堆 花了才不到一百块钱 装满了后备箱 您看看 和北京的菜价 差距大不大 还买了两兜山东大馒头 五毛钱一个 我把这一块钱都给你